好 第二个新闻呢 我要看到这个是关于中阶技术人力 资深外劳啊 它现在可以转接中阶技术人力 台湾呢 现在最缺乏的是中阶的技术人才 高端的不缺乏 低端的也还好 因为有很多的外劳 但中阶的这个非常的缺乏 在智慧机械电子资讯里面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 2021年缺工呢 13万人创下7年的新高 那么那所以这个劳动部呢 最近有个计划 叫做中阶技术人力计划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的一个外劳呢 在台湾工作满了6年 你就可以转为这个中阶技术人力 那你这个中阶技术人力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一旦身份改变了以后呢 你就不受到这个留台12年 因为外劳你在这边打工啊 就是他比如说你是一个月佣啊 你做了12年 你就要回到你的母国去 你这个变成了中阶技术人以后 你将来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台湾 那这个就跟香港 香港是7年 大家做了7年 以前我在香港做了7年 就拿到了香港的永久居留 那我的观察呢 是第一个 台湾的人力缺乏 这个跟缺电一样 非常的严重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中阶的这个 特别的这个关键 那第三个呢 这个我相信啊 将来这个中阶的人才 很大一部分会来自东南亚 你要从美国欧洲来不可能 东南亚东南亚 他这个我们 我们要把东南亚的人才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